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敦义去算命说自己有皇帝命 然后朱立伦想当总统想了很久了 所以这两个人 然后那个时候韩国瑜好像又要参选 所以吴敦义就把那个郭台铭拉进来 给他一张党政让他参选 所以他不是还把党政举得高高的吗 后来还翻脸 那朱立伦也是他一直想自己选 直到南投的补选失败以后 他才慢慢放下之后他放弃 但是问题是所以他一直拖到说3月4号 但是3月4号败选以后 他也没有立刻提侯友宜 还是搞了半天什么征召 郭台铭说你给我30天 你这两个党主席加上郭台铭 从2020年乱到现在 如果国民党今天真的泡 大家讲说如果侯友宜败选的话泡沫化 如果国民党泡沫化的话 这三个人都逃不了嘛 一个吴敦 一个朱立伦 一个郭台铭 郭台铭搅在这个里面 你明明跟侯友宜说 你选我不选 我选你不选啊 那你今天不放弃 坦白说你今天不管 倒去跟柯文哲合作或者侯友宜合作 你都不会选上 所以我觉得根本没有意义 但是这个乱城这个乱局 这三个人要负责 而且惹着是非跟纷扰 是这个国民党成立一百多年来最乱的时候